在这集视频里,我想做的是重温一下我认为是最直观的一种排序方法 如果要手工进行排序的话,我想我就会用这种方法 但我想说清楚,它并不是对列表进行排序最有效的方法 但我认为对于列表排序,它是一个不错的预热起点 它被称为插入排序法 我将会给出插入排序算法的一个图解描述 你知道算法听起来是一个很奇特的词 但算法只是排序的一种方式 完成任务的一种过程,一种方法 一个程序可以是一个算法的特定实现 一旦我有了一个通用的算法 那么我可以用python实现它 可以用c实现它,可以用java实现它 它是不同环境下的特定程序 但它们都是同一种排序方法的实现 那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插入排序算法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假设我有一个列表 我有一个python列表 因为我们要在python里完成它 那个列表假设是7,3,1,2,4,6 我们做插入排序法的方式是 一个元素接一个元素的走下来 然后比较这个元素以它之前的那个元素的大小 然后你找出在它之前的第一个比它小的元素 然后你把它插在这儿 我向你们展示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从这个7开始第0个元素 当你从第0个元素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可以和它进行比较的 从第0个元素开始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算法的话 你最好从第三项开始 哦抱歉 如果这是第0项的话 你最好从这里的第一个元素开始 这是第0项 这是第一项 我知道这有点让人困惑 这是第一个元素 因为这是第0的元素 那么从这个3开始 然后把它与在它之前的所有元素进行比较 而一旦你找到一个数 3小于它 你就把3插在列表的这个位置 你要做的就是问自己 3小于7吗 是啊 它比7小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7换到3的位置 我在这外面把它写下来 现在我们正试着将3与它之前的一切进行比较 那么你说好吧 3小于7 是的 它小于7 我们把7放在3的位置上 然后把3放在7所在的位置 因为没有剩下的元素 可以供3来进行比较了 在第0项元素之前没有元素了 所以我们把3插在这里 我们的列表现在就是这样 3 7 1 2 4 6 而一件你会觉得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构建这个列表时 第0项元素肯定小于第1项元素 而一直到并包括第1项元素在内的所有元素 现在都是排序好的 当我们继续做下去时 这个性质也将一直成立 当我们一直这样做下去 下标越来越大时 在我们完成移动后 从第0项直到并包括那个下标所指向在内的所有项都已排序 我会试着在进行的过程中把这一点指出来 我们做完了第1项 现在我们可以移到第2项了 它就是这里的这个1 那么你将这个1我把它放在这里 取1然后将它与它之间的所有元素进行比较 1小于7吗 1当然小于7 我们把7放到1所在的位置 然后你既可以继续比较 也可以把1放在7所在的位置 然后你问好吧 1小于3吗 是啊 它小于3 那么我们把3放在1所在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1放在3所在的地方 列表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的列表现在是 1 3 7 2 4 6 注意 在我们完成第n项后 在这个情况下 n是2 也就是这里的这个1的下标 从第0项开始一直到 并包括第n项在内的 所有项都已排序 这里的这一部分是排序过的 随着我们继续下去 其他的东西可能都会被扔进来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一部分是排序过的 那么你会看到 在我们走到列表的最后时 所有的元素都会被排序 现在我们继续下一个下标 或者说列表里的下一项 它是这里的这个2 那么我们比较这个2和这个7 2很显然小于7 我们把7放到2所在的地方 2放到7所在的地方 现在你可以将2和3进行比较 2小于3 所以我们把3放到2所在的地方 把2放到3所在的地方 然后比较2和1 2小于1吗 不 它不小于1 那么我们不必再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们不必继续向左 现在在经过此次移动后 在此移动过程中 我们将这个2与它之前的所有数 进行了比较 这个时候列表看起来就是 1 2 3 7 4 6 注意从第0项开始一直到并包括 第三项在内 0123 这是第三项 所有的数现在都是排好序的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 继续列表里的下一个元素 我想说明白的一件事情是 当你真正来实现它时 存在着多种方法可以完成 你不必总是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说 2小于7 然后我们把7替换到2的位置 这是你应该做的 然后我们把2放到7所在的位置 但事实上你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你找到一个好的地方来放2 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 把所有的数都向右移 然后你把2放进去 尽管这种方法更容易做 在我们真正实现这个算法时 可能会探索不同的方法来完成它 总之我们看一下这个4 完全一样的办法 4小于7 所以我们把7放到4所在的地方 把4放到7所在的地方 4小于3吗 不 它不小于3 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做完了 这个列表里从第0项一直到 并包括第4项在内的所有项 0 1 2 3 4 现在都已安排好了 都已排序完成 现在我们的列表看起来 让我把它稍微下移一点 我们的列表看起来是这样的 1 2 3 4 7 6 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列表的最后一项了 接下来要比较的是6 上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考虑的是4 现在我们考虑6 6小于7吗 它当然小于7 我们把7放到6所在的位置 把6放到7所在的位置 6比4小吗 不 不是的 然后我们停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数都已排序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的话 只会得到比4小或等于4的元素了 我们做完了 已经把这个列表排好了 排序后的列表是 123467 在下集视频里 我会尝试着去实现 刚刚描述的这个算法 我会用一个简单的python函数来实现它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